5月29日,印度总理莫迪宣誓就职。 然而,还没开心两天,特朗普的大礼就来了。 31日,特朗普宣布,美国将在6月5日起,取消印度享有发展中国家普惠制的待遇。 一旦命令生效,印度至少有56亿美元的出口商品,不再享受免税待遇。 真是乐极生悲啊! 普惠制是上世纪60年代末,形成的一种贸易制度。 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减免优惠,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经济。 在普惠制下,包括汽车零件、纺织品等在内的2000多种印度商品,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。 然而,特朗普在年初算账时发现,2018年,美国对异度的贸易逆差,竟然已经高达200多亿美元了。 这位精明的商人心想,从我美国圈走这么多钱,竟然还享受免税待遇。 真是太过分了。 于是,早在今年3月,特朗普就称,美国有一项取消对印度的普惠制待遇。 原因说是印度未能确保向美国提供公平、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。 在莫迪连任后,这一重磅政策,终于落了地。 然而,印度也不是个软柿子。 对于上述事件,印度官员回应称,如果特朗普把印度从该名单中移除, 印度可能会对2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。 近几年,在美国的拉拢下,美意关系快速升温,似乎越报越紧。 为了提升印度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,莫迪更是频频向美国示好, 与美国领导人互访频繁,签署了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。 要知道,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一直被美眉看好,而面对特朗普又任性地对盟友下手。 美眉似乎见怪不怪了,也称印度十分失望。 那么刚刚连任的莫迪,又是什么态度呢? 莫迪可不是政治素人。 他早就看清了特朗普的真面目。 之前,为了竞选时,不受美国干扰,印度在5月23日,全面停止了进口伊朗石油。 然而,石油极为匮乏的印度,根本就离不开伊朗连下,高质量的石油。 在莫迪竞选成功后,印度很快出尔反尔。 5月29日,西内阁一成立,印度就恢复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停了仅仅七天就恢复。 这不是在打特朗普的脸吗? 莫迪此举,也是在抗议特朗普的任性。 谁还不会出尔反尔造的。 印度历居的政治领袖,都有助使印度伟大的报复,并为之不断努力。 开国领袖尼赫鲁,曾公然宣称,伊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。 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,要么就销声匿迹。 莫迪也是如此。 遥想他在第一个任期,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实现伊度梦,想把印度打造成制造业大国。 前阵子,莫迪在公布竞选宣言时放言,要在2030年前超越日本,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。 2032年前,GDP超过十万亿美元。 如此鸡血的誓言,想必令不少印度人精神未知一阵。 可是,印度的问题依然很明显。 贫富差距大,失业率居高不下,女性地位低等。 但是印度就已经膨胀了起来。 高呼印度崛起,甚至想与美国联合。 然而,特朗普彻底打碎了莫迪的计划。 这也应该是他上任以来,明白最深刻的道理。 与美谋取利益。 堪比喻虎谋皮。 老金巨华的莫迪。 或许不想轻易被特朗普拿捏。 但如果印度与美国的贸易摩擦,冲击美印军事合作。 他又不得不低头。 美印的关系已经走向了崩盘。 如何在对美关系中寻找平衡。 并为印度争取最大利益。 将成为莫迪第二任期的一大难点。 说实话。 特朗普制裁印度这波操作。 让不少人看得一愣一愣的。 印度不是特朗普千心万苦,拉拢到旗下的吗? 莫迪连任当天。 特朗普还特意发推特对莫迪的连任表示祝贺。 看上去十分诚心诚意。 实际上,特朗普和莫迪很像。 俩人都是推特狂魔。 都是靠煽动国内民粹势力才能上台。 曾经的雄暴。 在现在看来却像个笑话。 由于我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。 很多人以为特朗普对莫迪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意味。 怎么转身就开始了制裁。 早在去年。 特朗普曾经威胁苹果。 若不将工厂从中搬回美国。 就要给苹果加税。 包括苹果、亚马逊、斯科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, 已经对特朗普的任性感到愤慨。 但是。 所有的工厂搬回美国并不现实。 大量的工厂, 还是需要向人工成本低廉的地区转移。 作为同样人口大国的印度。 自然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特朗普十分希望得到印度的力量。 他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击我们的制造业。 还能好好拉拢一下印度。 在2019年以来。 已有不少企业包括日企陆陆续续的板塞中的制造基地, 开始迁往印度。 据不完全统计。 印度大选之后, 大约200家美国公司开始搬迁。 这明明是美印双方受益的事情。 可是特朗普不这么想。 对于一个唯利是图验过白毛的商人。 就像郭德纲段子里说的那样。 他出门不捡钱, 都觉得亏得慌。 怎么可能让印度减便宜。 特朗普甚至连最起码的纵横百合之术都不讲。 什么盟友。 什么义气。 什么国际道义。 都不如加税来得实在。 从这件事。 我们也能看出特朗普是真的癫狂了。 他正是在向全世界开战。 他恨不得一下子摘掉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。 这样他就可以大方的使尽要钱了。 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讲, 确是好事。 莫迪接下来的重心, 一定是放在消负中印关系上了。 最近, 美国还放话, 要摘掉伊朗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中国家的帽子。 进而可以加税。 如此一来, 在对伊朗的问题上, 就更不要指望土耳其能站在美国这边了。 特朗普在失道者寡注的道路上, 真是跑起来了。 等住吧。 继续折腾下去。 距离中国群起而攻美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 继续折腾下去。